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的进退出处很清楚 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好好地定义你自己 你该怎么进 该怎么退 该怎么去处理你的日用平常 该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的未来 该怎么去面对那些重要的场合 以及在这些事项上 你如何来经营整个国家的出路 假如你定义得清楚 你这个人是很有方向的 很有目标的 很有原则的 也很灵活的 这一章里面就是在讲这个内涵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不要说一般人看不出来 连竹子这个大乳都未必懂这一章 所以论语不是我们看得这么简单 虽然他孩子们都可以狼狼上口 但是极其字也 圣人亦有所不知 这一章是出自于《子喊篇》的第十六章 《子喊出则是公亲》 入则是父兄 《丧事不敢不免》 《不为酒困》 《何有于我哉》 这四件事情 这四件事情 那四件第一个就是说 出则是公亲 出就是出门在外 要是公亲 公亲这公 就像我们说什么奇欢公 宋香公 这公就是指诸侯 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 但以工作代表 这是国君拥有政治实权的 那亲就是在讲上大夫 像继孙 淑孙 孟孙 就是鲁国的三亲 这个亲大夫 就是也是实际掌权的执政大夫 那出则四公斤 对他们要懂得尊重 那这个事就是他们交办的事情 要好好的办理 因为这些都牵涉到国家的大政 这个事里包括说调和他们的情绪 对他们的建言 日用平常跟他们的相处 像淑子这四公斤 对这个骑警公 他就很懂得这种君臣之道 不是很死板的把事情办好 不是那种死板的公务员 很灵活的 所以他可以跟国君维持很好的交情 能够减少很多事情的障碍 增加彼此的信任 有助于政治的推广 这一件事情极不简单了 诸子说是小事 这哪里是小事 这种交往之道 这里面含长着尽忠职守 含长着节操在里面的 那让这个公亲不会对你生这个功高震助 有那种嫉妒之心 畏惧之心 而且是能够跟他和谐相处 化解纷争的 也可以让群间忌惮的 就是说举直错诸 你能够让这些群间有所忌惮 像孔子这样 能够让群间有所忌惮 还有能够维护这个君主的安全 像维护卢帝宫的安定 像这样的 这个哪里简单 所以四公亲之士 像我们上次讲过说 免一桑者虽少必坐 就是那种世袭的 哪怕是他年纪很轻的虽少 哪怕是他年纪很轻的必坐 孔子对他们都恭敬的 坐者要站起来 站起来变位子 这是我们上一章也讲过的 这种侍奉之道 是在政治里面 很重要的人情事故 像国君通过宰相的空位的时候 国君都要下年致敬 难道国君比宰相的位置低吗 不是 是尊重他为公办事 可见你看 这种侍奉 这种相处之道 极不简单 第二个叫做入 入就是回家 回家则是父兄 这个父兄啊 比如说这个有狭义的父兄 跟广义的父兄 宗主里面像你父之辈的 像你兄之辈的 四父兄就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 你看乡党地时不是有那个乡人挪 唱这个挪戏的时候 孔子叫做曹福利于作绝 与民同乐 就是乡人在这个五龙五师 在这种快乐的时候 孔子也跟着出来与民同乐 那还有乡人饮酒 孔子也跟着乡人来饮酒 然后呢 仗者出师出义 就是说老人出来 孔子跟着出来 这就是四父兄的概念 维持家族的和谐 这个你说这是小事吗 这大事 不是有那个子息不为政 为政篇里面叫子息不为政 你为什么不为政呢 控制说笑乎为笑 友谊兄弟 可见这都是半政制很重要的 来谋造家庭家族的和谐 这种能耐 这是五轮里面的 君臣伦子这一轮的 那第三个呢 叫做善事不敢不灭 这个也是轮场里面 很重要的大事 叫善事 特别是父母之善 不敢不免 叫做生事之一理 死障之一理 这当然包括记之一理 这里面举善事来代表 就不敢不免 就不敢不尽力 叫慎重追缘 明德归后 这在经营民风的 这怎么是小事呢 那这里面叫不敢不免 如果在外向上 没有办法到位 也要在心灵灵上 要有这份的心思 所以叫做与其一也灵气 当然现在未必这个礼 未必是要什么 披麻戴笑 要什么哀悔鼓励 就是说整个人不吃不喝 把自己弄得骨瘦如彩 倒不用 那种追尸的心情是要有的 做法是可以古今不同的 那这个还有第四个 叫做不为酒困 有人说以上这三个都是喝酒的场合 但是不被酒所困住 其实酒它还不只是这种场合 不为酒困是大说的 就是说外交的场合 乡人饮酒的场合 各种礼仪的场合 这也不是只有上面这三种的 而且商事怎么可以喝酒了 所以不为酒困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不会被酒所欺负 这个也是大事 你怎么知道 书经上述里面 五指歌里面讲说 大禹是很害怕没酒的 他说内如果有女色 外如果有打猎这种追逐物欲 与艳乐的生活 还有很喜欢饮美酒 好享乐盖宫殿 只要有一个 都有亡国的危险 这哪里是小事 这还包括说这个酒饮上来 会伤肝 会伤心 会伤脑 会伤味 这个人到中年以后 脑筋都不够灵活的 所以孔子也是不为酒困 乡党地诗里面说 为酒无量不积乱 就是说酒到底是多还是少 不一定 但是绝对不会乱性 就不会乱性 叫做不为酒困 你看 是不是拿论语 以经解经 所以他不是日常小事 并不是说把平常这些小事 做得彻底 不是 也不是说这些事情越悲下 孔子的心意越怯 不是的 他哪里是这些悲事 都不是的 他是大事 要小心 何有于我哉 何有于我哉 你看 何 何有就是把那个什么东西扣掉 像何难之有 就是把难处扣掉 有什么难的 但这里的没有难 像何肉之有 就是把肉扣掉 何有就是把什么扣掉 就是 这上面这四个 何有 这上面这四个我哪有 这四个于我哉 对我 我哪有 与我哉 与我 我到底做到了没有 有人解释说 因为他没有 我有 所以 我是何难之有 可这里面没有何难之有 没有那个难 何有之说 上面这事情 有吗 我到底有没有 我做到了吗 何难之有 就是孔子太太过了 你怎么知道说 这四件事情 我反省 我到底有没有 这种要反省的 不是我何难之有 不是 这不是孔子的语气 你怎么知道 在礼记的中庸里面说 君子之道是 某位能一言 就是君子之道 就是君子他 君子的行辞 有四个 我都没有做到 你看 这个 只以四父 我做不到 以成四君 我做不到 以帝四兄 我做不到 可见这四个 何有 不能解释成 何难之有 是我何有 我到底有没有 做到了没有 这是要 批判式的思维 就是不认为 自己做到 重然做 也认为做得不够好 精益求精 因为他是君子之道 那是大事 那怎么是小事 所以以上 可以看出来 出则四公亲 这是一种外在的出路 政治的出路 入则四夫兄 这是家族的出路 伤势不敢不免 这是一种诚意 那不为酒困 就是人的修养 在酒的场合 也不会变性 那种修养修为 这里面有个人的修为 有诚意的表现 有谋造 在自己 在家族的出路 在政治上的出路 总而言之 真的都是 趋吉避凶之道 都是开卷有益 取善无穷 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我让他好好地看 人生成功的秘密 都在里面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